昏影继续收听《五脸巅峰》第3871集 赵叶白 敲了好半声,屋内才传来一些细微的动静 杨凯耳力不足,隐约听到了几声骂骂咧咧的声响 房门打开,一个寻凉半老的脸庞从里面探出 顺眼惺忪,皱眉打量着杨凯,打着哈欠道 怎么完了,有什么事啊 杨凯后退一步,抱拳道 夫人尽量,鱼娘子要生了,婆婆让我请您过去一趟 啊,呃,鱼娘子 吻婆一时没想起是谁,片刻后才恍然道 呦,是成东的吧 正是,杨凯连忙点头,吻婆汉手道 周婆婆之前和我打过招呼了,这不还没逃日子吗 怎么,今夜就要生了 今夜大云,鱼娘子家里出了点变故 许氏惊动了胎起 吻婆见多了这种事,倒也不以为意挥挥手道 哎呀,我知道了,你想回去吧啊 你不跟我一起去吗 杨凯赫然,吻婆笑了笑 嗨,这女人生孩子啊,没那么快的 才刚有点动静,我现在就算过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等天亮了再去,也不迟 这般说着便要关上门 杨凯一脚踏出,抵住房门,急急道 回来之前鱼娘子已经见火,怕是等不到天亮 吻婆上下瞧她一眼,嘴角一勾道 哟,这么关心的小娘子,孩子是你的 杨凯无心与她纠缠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想起婆婆之前的吩咐,连忙将一个钱袋子递了过去 夫人帮帮忙 吻婆接过钱袋,顶亮了几下,随手揣入怀中,无奈道 哎呀,听我的没错 接生孩子这种事我做得多了 等天亮再过去绝对不迟 若真出了什么事,我负责 而且眼下这雨势这么大,你叫我怎么过去 这一路临过去,非得生病不可 扬开肉眉 没有雨,是不是就可以过去了 吻婆吃笑一声的 哟哟哟哟哟,怎么 老天爷下不下雨,你还能管得着啊 最后一个字出口的时候 吻婆脸上的笑容迅速消容,化作惊鹤 只因那倾盆而下的大雨,竟在这一刻陡然停了下来 不但如此,笼罩苍穹的乌云也迅速褪散 清冷月光清晰而下,照亮人间 吻婆抬头看天一脸茫然 夫人,人命关天啊 杨开苦口婆心,眼睛直直地盯着她 吻婆有些惊疑地瞧了瞧杨开 也不知想到了什么,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慌乱道 哎哟,你等等啊,我准备一小就过来 杨开点点头,片刻后穿戴整齐的吻婆走出 跟着杨开急急朝城东行去 到了婆婆家门前,已经可以清楚地听到凄厉的叫声滑破夜空 两人进了屋内,杨开高声道 婆婆,人来了 婆婆的声音响起 快进来 杨开扭头看了一眼滚泊,护着一个激励 生了四条腿一般,不迭地窜进屋中 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传入耳中 几乎让人感同身受 杨开从未想过 女人生孩子竟是这般场景 愈发能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和来之不易 杨小子,烧水 屋内传来婆婆的声音 杨开连忙硬着,冲进厨房烧水去了 半个时辰后,一盆盆血水被婆婆端出来 倒进外面的沟取一桌 而屋内,鱼鹿撕心裂肺的呐喊 声势也渐渐地弱了下去 不成蛙粥婆婆 吻婆的声音响起 难查血崩 哎呦,任何一样对咱们女人来说 都是一脚踏入了鬼门关 鱼娘子两样都沾上了 哎呦,这神仙也救不活了 就不能再想想办法 婆婆急急问道 问破道 哟喂,我哪有什么办法呀 若能请得那七星房的高人过来 或许还能救回鱼娘子 可如今呢,我只能说啊 哎,尽力把小的保下来 七星房距离这里不算近 赶不及啊 屋内泼泼摇头 浑浊的双眸一片黯然 抱 保住 保住孩子 鱼鹿的声音断断续续 屋外扬开低声道 木中物鲁,你们两个去帮忙 稳住她的生机 一直坐在她肩膀上 对屋内情况牵肠挂肚的 两个小木林文炎 连忙汗手 煽动齿怕 无声无息地冲了进去 扬开心念动尖 小乾坤内大量声机 源源不断地朝屋内汇聚而去 一炷香后 一声明亮的婴儿啼哭声响起 划破寻袖 与此同时 天生异象 月光汇聚成术 从高空中打下 直找鱼鹿所在的屋子 虚空震动 不过在扬开的友谊干扰之下 这异象除了她一人之外 其他人根本不可见 不可闻 要生了生了 稳婆惊喜地声音传出 婆婆也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 目露悄无声息地 从里面飞出来 眼眶红红地 看样子里面的事 对她触动不小 从阳开点点头 事已一切安好 便又反身进了内户 里面又是一阵忙碌 好片刻后 稳婆才一边朝外走着 一边对婆婆叮嘱道 一月之内不要沾水 不要御风 但这次能死里逃生 算是运气 若是不好好照顾的话 说不定会留下什么隐患 婆婆笑着说道 老婆子虽然没生过孩子 但这些东西还是知道的 辛苦你了 稳婆本来似是要拿捏一下 乍一眼看到站在外面的阳开 身子又是忍不住一抖 连忙道 有 不辛苦不辛苦 应该的 应该的 婆婆抬头对阳开吩咐道 阳小子 再准备一封红包 阳开早有准备 又取出一个钱袋来 双手递过去 多谢夫人啊 稳婆连忙摆手 客气了客气了 红包啊 我之前已经收过 不能再收了 这般说着不迭地走出去 头也不会异想 目送他离去 婆婆感慨道 人家这接生的手艺就是好呀 于娘子本来已经一脚踏进鬼门关了 没想到居然逢凶化吉 不但人没事 孩子也平安出生了 这红包不能省 回头你给人家送过去 怎么说也是救了两命之恩呢 好嘞 婆婆你放心 明儿我就送过去 阳开连忙喊手地一声道 婆婆是男孩女孩 男孩 婆婆笑了笑 这下于娘子对老赵家也有个交代了 我去照顾于娘子 你抽空歇一些吧 忙了一夜了 婆婆你也注意休息 阳开关心一生 于是 阳开又去找了一趟那吻婆 好说歹说才将红包送出去 再去急阵外的河中 抓了几条大鱼回来 听到动静 婆婆抱着孩子走了出来 对阳开道 鱼娘子说 这次多亏了你冒雨请来吻婆 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让你看看孩子 阳开连忙放下手中的鱼 使劲擦了擦手 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接过来 许是才吃饱 孩子睡得安静 生得粉雕欲浊 抱在手上 阳开能清楚地感知到 小乾坤中空间法则的道痕 与这孩子的气息极为契合 甚至正在缓慢地溶住孩子体内 早在小家伙还在他娘亲肚子里的时候 阳开就感觉到了 若非如此 他也不至于对那鱼鹿这般伤心 婆婆以为他对人家有益 实际上阳开是对那肚子里的孩子感兴趣 只不过这种事实在不好解释 后继有人 阳开脑海中忽然蹦出这么一个念头 他从未想过 在自己小乾坤中圈养生灵 居然还有收获这么一桩好处 以这孩子心天 便与空间法则的道痕契合程度来看 他足有资格成为自己的一波传人 若是天资再出色一些 勤奋一些 未来在空间之道上的造诣 未必就会比他差到哪去 他正是轻壮之时 自然不急着寻找自己的一波传人 所以以前也从来不曾想过这件事 不过既然合适的传人已经出现 阳开也不介意花费一些时间来丢出一儿 刚出生第二天的孩子 身上还有些皱巴巴的痕迹 阳开从未抱过这么小的婴儿 强若他六品开天的修为 也是有些手忙脚乱的 唯恐自己稍稍用点力气便伤了他 婆婆在一旁指点他抱婴儿的正确姿势 让阳开脸色尴尬 方便的话给孩子取个名吧 婆婆忽然道 阳开和人 这合适吗 虽说早有意将这孩子收为弟子 但毕竟非亲非故的 取名字这种事怎么也轮不到自己吧 婆婆朝乌奈奴嘴道 鱼娘子的意思 她不知怎么取名 老婆子也不会 孩子跌走得突然 生前更没有留下什么直言片语 也就只能靠你了 看你样子也是读过书的 你就当帮帮忙 听婆婆这么说 阳开也不再推辞 略一尘引道 孩子出生的时候 夜尽天明 东方微白 就叫夜白吧 孩子姓赵 便是赵夜白 她说得稍微大声了点 自然是要屋内的鱼露听见 婆婆汉手道 夜尽天明 苦尽甘来 嗯 好兆头 鱼娘子 孩子的名定下了 鱼露稍微有些虚弱的声音传来 定下了 谢谢杨大哥 杨开笑道 也不是什么好名字 孩子长大了 别埋怨我就行 鱼娘子道 不会的 婆婆从杨开手中接过孩子 孩子太小 不能待在外面太长时间 我先抱回去 我去捎鱼 杨开转身 提着几尾鱼走了出去 鱼之后事如何 昏赢继续收听 屋内巅峰 第3872集 屋根起来 鱼 词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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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